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课程算法与应用的第四节课的内容 那我们回顾一下,在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讲了详细的如何来配置环境的一部分 所以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讲了在这个Linux Ubuntu的环境下 如何来安装pipe,以及numpy,sipy,siano这几个模块 那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我之前包括这节课跟大家演示的内容是我之前自己为了给大家一步一步来教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Ubuntu是我在我的硬盘上装了双系统Windows和Ubuntu 但是呢,我的系统因为已经把这些DeepLearning的环境已经配好了 所以为了跟大家一块来展示一个如何从最初的没有任何环境的这样一个Linux系统来装 我在我的Windows的系统上来装了一个这个VirtueBox 就跟大家之前放的这个上一节课里面这个视频里面 但是呢,实际我们最后需要run的环境 还是需要在硬盘上来装这个Ubuntu系统啊 为什么呢,是因为同学们知道我们上一节课也提过就是在DeepLearning呢 我们因为运算量极度这个庞大 所以我们是要用到GPU的 但是呢,我们在Windows 如果用VirtueBox来虚拟化这个Linux的话呢 它是可以用CPU来进行运算 但是呢,它已经是虚拟这一层 所以这个虚拟VirtueBox里面的这个Ubuntu 它是没有办法来access 就是来使用电脑的这个GPU的 所以呢,我使用这个VirtueBox 只是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步如何来配置 但到后面呢,我还是要在自己电脑上的这个Linux的系统下 给大家来演示后面所有的这个运算 以及我们后面的课程 所以同学们呢,自己在安装这个Linux系统的时候 也要确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Linux直接在硬盘上安装 而不是在这个VirtueMachine 不是在这个Windows里面的这个虚拟机来安装 好,这是为了使用之后 我们要使用GPU 好,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好,那我们回顾一下上节课 我们跟大家演示了如何安装这几个包 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一步 对吧 我们成功了安装了这个NumPy,Sepy和Ciano 并且我们最后尝试这个测试来导入就是Import 这三个包都成功了 好,那么从这节开始呢 我们跟大家接着介绍如何来安装这个PyLearn2 以及最终我们的目标是要安装这个SeekIt Neural Network这个包 还有一些测试 至于这里面的牵扯到的算法 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不用太纠结 因为我们这节课的目的是跟大家介绍 把这个环境基本环境配置好 等到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每一个这个DeepLearn里面的算法 所以呢 这节课的内容只是我们要保证 我们把这个环境安装好 把这些程序可以跑通作为测试 至于它具体里面的算法是怎么样的话 我们后面会花详细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如何来安装这个PyLearn2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PyLearn2 我上节课也提到过一点 PyLearn2呢 是之前就是Universe of Toronto 他的一些学者们一块开发出来的一套 这个专门针对于DeepLearning的算法实现的一套Python的工具 那么它呢是建立在这个Cyano之上的Cyano也是一套DeepLearning的这个软件包 但Cyano写的比较偏底层 Cyano最重要就是实现了这个GPU的这个 调用GPU的这样一个集成 尤其是对这个Matrix也就是这个矩阵的运算 那么在这个Cyano的基础上 开发了这个PyLearn2 PyLearn2呢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我之前大概提到过一点 就是说它更加模块化了 什么叫更加模块化了 就是说当我们进行DeepLearning的运算的时候呢 它把它标准模块化成三个步骤 也就是说 第一步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数据类型 来这个create这个dataset 就是说创建这个我们要运算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集 那么把这个数据集 所以我们有任何数据数据集进来以后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create dataset这个模块啊 稍加自己修改的一些代码 把它来创建成这个PyLearn2 所支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数据集的类型 那在这个类型create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存为一个这个pico 就python里面的一种文件类型 叫pico file 把它存在一个pico file里面 在存好之后呢 第二步呢叫train the mode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训练这个模型 也就是 dip learning很关键的一步 然后在这个pilot2 这个 夹包里面呢 它内部已经实现了常用的这个dip learning的算法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之前存储的这个数据集 而调用 先把它装载进来以后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模块下的某一个算法 来训练这个模型 训练炒之后呢 我们将会把这个这个代码可以把训练的模型存在一个file里面啊 存完之后呢第三步叫instex model 就是说我们来探索我们这个之前学习好的这个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学习曲线 是这个错误率是如何减少的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参数是如何变化的 并且我们要预测 有新的数据进来 我们要预测它的这个class 就是它的标签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第三个模块啊 inspect the model 来做 而且它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 它有一种在pilot2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文件类型啊 它叫yami file 什么叫yami file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yami file 这个yami file呢 是说我们在这个 因为这个deep learning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neural network的结构 在这个yami file里面呢 就是说有点相当于一个xm file 就是说它是一个配置文件 但是我们在设计一个任何的结构 一个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参数这个数据结构类型 就是这个network这个神经网络的有多少层 每一层是什么样的 我们全部在这个yami file里面来给它设置好 然后我们直接来train 直接来学习 直接run这个之前实现实现好的算法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个就比较方便啊 对于这个进行这个深度学习研究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yami file里面设计好我们神经网络的结构 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参数多少层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初始化 在这个之后我们直接可以调用这个pilearn2里面实现好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以及我们设计好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来进行训练 好之后我们会详细给大家解释啊 这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pilearn2它是做什么来用的 好 那我们来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安装的过程 所以呢下一步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要安装这个pilearn2啊 好 它的这个安装的方法呢 是在之前这个文档里面就是seekit 就是在文档里面给大家已经 以前看过我们就是用这这行代码来安装这个pilearn2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安装 所以呢我们还是在命令行里面 建入刚才说用了这行命令啊 sudo pipe install 这个-e呢 是以这个叫edit mode就是编辑的模式来安装好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github上面这个pilearn2 所存的这个repository的地址 它是一个eggfile 好 我们看到因为它现在还不支持直接以这个pipe后面 install后面所跟这个package名字这样剪辑的方式来安装 所以我们把它的地址要输进去 大家看一下现在系统提示了一下说是没有找到gith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新装的ubuntu的system 我们还没有装gith啊 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先装一下gith 相信这个比较就是经常写代码的同学应该都熟悉这个gith啊 gith大家对于不熟悉的同学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现在非常通用的一个版本管理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程序员在开做开发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团队在协同开发的时候呢 他们会将代码啊存在这个gith的repository上面 然后呢大家可以任意来返回到以前的一个版本 然后来管理可以说现在是目前程序员所用的最主流的这个工具啊 版本管理工具 当然还有一个叫sbn 所以呢gith呢写的代码通常都会放在这个github上面啊 还有一些类似github上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叫bitbucket 所以这个gith呢是非常常用的啊 公司往往就在用这个来进行版本管理 好那么首先呢这个我们在ubuntu里面要装一下gith 因为我们要需要gith来这个安装这个pilot tool 安装的方法很简单啊 方法就是说我们还是用之前的这种sudo apt-get install gith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 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安装这个system level 就是系统级别的这个任何一个软件或者包的话 就是在ubuntu里面我们用的语法是这个sudo apt-get install 后面加我们要装的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要装一个python的包 在python内部要装一个包的话 我们用的是pipe啊 大家区别好这个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如果装系统层面的东西 我们用的是这个sudo apt-get install 就是在我系统里面要装一个东西 但如果我要在python里面装一个package 我们用的是这个pipe install什么什么哈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装一下这个gith 这要稍微花一些时间哈 所以我这就快进一下看一下这个gith装完以后 好 在这我们看到我们把这个gith就安装完成了 下一步呢我们就还是运行 刚才我们输的这行代码来这个 安装这个python2 先是克隆 从这个github上的这个repository 把代码克隆过来 然后我们稍微快进一点 好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 好我们就这个成功的安装了这个python2 下面呢我们的目的 就是刚才这一步呢我们完成了这一步的安装 我们完成了这个python2的安装 以及在这个之前我们安装了这个git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安装我们这个最终要安装的这个package 就是seek it and learn 所以安装的方法呢也是在seek it and learn的这个文档上面 这个documentation上面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我讲解一下就是我们需要这个seek it and learn neural network这个package 它就是在这个github我当前打开的页面上这个地址上存储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gitclone也就是说把它克隆到本地啊 这个代码克隆到本地 然后我们再运行这个安装文件setup 好所以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要 运行一下用pipe来运行一下这个安装的文件啊 就是pipe install seek it new network 好这里正在安装这个seek it 用来过稍微快进一点 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是一种提示说是successfully installed seek it new network啊 所以我们成功了安装这个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seek it new network neural network的代码克隆到本地 所以我们运行这个gitclone 还有它的这个github的地址啊 所以运行这一步呢就是把 寄存在这个github的repostery上的这个seek it neural network的代码下载到本地 好我们看系统现在提示cloning正在clone 好这个进度显示 这个过程应该比较快啊 取决于这个网速稍微快进一点 好这里就clone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就需要进入到我们先看一下clone完成之后这个结果哈 稍微进一点点 对clone完之后我看我们通过这个ls 也就是说列出当前这个位置下的文件夹 我们看到啊这里多了一个这个seek it new network 这就是我们下载的整个这个代码的这个文件夹啊 然后我们通过cd来进到这个文件夹之内 我们再看一下这下面有这么几个文件 一个是这个docs 一个是这个examples 就是它的一些运行代码的范例 还有这个readme file 还有它的这个license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setuppy 还有这个sk neural network这个skn这个文件夹 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用python的环境下来运行这个setup 把这个skneural network这个包来安装到我们本机上 所以我们就运行python setup 也就是说在python的环境下来运行这一个模块啊 python的代码 然后后面我们加一个develop就是在开发模式下来运行 这里提示了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 权限的问题 所以我们前面加上sudo 用管理员权限来安装 好这里就安装结束了 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用到了这个seno 我们之前安装的seno和numpy 还有sipy这几个包 下一步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 安装完了这个sickit neural network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run一些测试程序啊 就是说使用这个sickit neural network这个包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成功安装它 来运行一些这个测试程序啊 我们刚才完成了这一步是吧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测试程序啊 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安装一个小的这个package 叫做nose nose是干嘛的呢 nose呢 它是一个python下专门译 让测试变得比较简单的一个packag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nose的这个官网 nose is nicer testing for python 是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用nose nose来运行一些测试文件 所以我们要先安装一下这个nose 那方法呢也很简单 就跟之前的一样 我们通过这个 也好像简单的代码来这个 通过pipe install 把这个nose来装一下啊 好 我们看到因为nose这个包比较小 所以我们很快把它安装成功了 successful install的nose 所以下面这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nose 来运行一个测试代码啊 就是测试一下 我们先安装好的这个sikit learn neural network下的一系列测试文件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运行的是 这行代码啊 nose test-v 然后sknn test 这是一个专门测试 这个我们安装好的sikit learn neural network下的这个sk neural network下的一个测试文件啊 这个代码运行完之后 就会告诉你测试每一种算法 它是ok是测试是不是通过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要写入 nose test 然后-v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v应该是小写v 我第一次要写错 形成大写v的话 大写v通常是要显示出我们当前的这个package 它的版本信息啊 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次 它显示出来这个nose test的版本 是这个1.3.7啊 所以我们第二遍我们要把这个 我刚才把这个滚动条不小心碰一下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页面啊 这是刚才安装这个pilot2 好的 大家看到这里面我先输了这个大v 大v它其实显示版本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显示出来这个nose 版本信息是1.3.7 那下面我们重新 输入这一行代码 输入是小v -v 这个小v呢 后面跟的是这个 我们要测试的这个 python 包的这个名字啊 叫sknn.tests 我们看到我们输入小v之后 稍微近一点啊 好我们输入这是我输入小v之后 它开始运行的程序 我们看到这里呢提示里有一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模块 叫做这个matplotlab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的测程序里面有要用到一个包 叫做是专门在python里面 用一些视觉画画图的一个包 它的名字叫这个matplotlab 那么这个library呢 它没有被安装 所以它提示这个错误 但这里仍然不影响我们这个测试的过程 所以我们先等所有的测试文件 成功通过以后 我们再想办法来安装这个matplotlab 好我们继续 好我们继续 大家看啊 现在已经开始测试 这里面的各种function 这里面测试的程序比较多哈 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就在这里稍微跳跃一下快放一下这样 好我们看到这个每个 测试的这个function 后面它写的ok 就证明这个测试通过了啊 所以所有的测试都通过了 我就快进一点 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总结信息 就是说一共跑了195个测试 在这么长时间内 然后结果是ok 所以我们的测试都通过了 那么下面一步呢 我就是我们要安装这个matplotlab 因为在后面有很多可视化的这个程序 需要用到这个包 它是一个画图的一个包 所以我们来尝试安装一下啊 通过这个sudo pipe install matplotlab 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安装成功 如果不能的话 它是不是还有别的依赖 需要先安装 我们看啊 这里面程序提示没有安装成功 出错了 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写了一个说 the following required package cannot be built 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free type 一个叫png 所以这是另外的两个这个package 它们要先能built之后 我们才能安装这个matplotlab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安装free type和png 这两个包 好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啊 我们刚才尝试安装这个matplotlab 然后现在 就提示这个错误 我们需要单独安装三个包 分别是这个 labpng labgpack 我们看到这都是一些关于图像的啊 png 就是一种图像格式 gpack8 一种图像格式 还有这个free type6 我们需要 运行这三行命令来安装这三个包 之后我们才可以安装这个matplotlab 好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我们 因为它这个包本身是这个system level 它是不是在python内部的这个包 所以我们需要用通过这个apt get install 来安装 而不是用pipe 我们可以看一下 开始我这打错了 我用的是这个pipe 那它提示呢就是找不到这个包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安装这个matplot 它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无法运行这个啊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 假设下一步我们要运行这个可视化的这个 是 视力文件multi-layer perceptron 来画出来这个图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安装好这个matlabplot 所以呢 这行命令它是无法成功的 我们看到 这里提出来就是说 import arrow导入错误 no module named matplotlab 这就是验证一下 我们之前这个matplotlab它的安装并没有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安装 刚才所说的那三个关于图像的这个包 大家看我开始我用的是这个pipe install 来安装 系统提示呢它是找不到这个文件的 因为它是属于系统级别的 不是属于python内部的包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apt-get install 来安装 而并不是用pipe来安装 第一个包是这个 毕竟我们是在这个develop build develop模式下来安装 大家看到我之前 还是想直接没有安装那三个程序好之后 想直接安装这个matplotlab 但是是无法安装成功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sudo apt-get install 安装这三个包 一个是这个lab free type 6 另外两个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两个 一个是png一个是gpag 所以我分别单独安装 一个是这个lab free type 好这个安装结束以后我安装第二个包 这个是lab 就是在这个lab free type 6-dev之前我上面的代码 我刚才我这个视频跳跃过去了 已经把另外两个包安装好了 也就是说 这个lab png dev和这个lab gpag8 这三个都已经安装好了 在这个之后呢 这块像我们应该加一个这个build dev 就是在这个develop这个模式下 看一下 好不需要这个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sudo apt-get install 就安装了三个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这个matplotlab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成功安装这个matplotlab 这个过程比较长 所以我要快进一下啊 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系统提示successfully installed matplot 是吧 所以我们就安装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运行我们这个测试文件中的可视化的这 这一步啊 这一步是这个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 sicket learn new network 里面的一个example 他就是需要把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ron 里面的activation function 把它画一个图画出来啊 这里面我们先不细讲我们的这个里面的算法和 具体画出来的图的意思 但是我们只是需要把这个程序来跑通 来验证我们这个模块整个这个sicket new network 这个package 安装成功了 然后后面我们会花详细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 内部的算法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输入这个python examples 通过python的环境来运行 这个example下的plot multi layer perceptron py文件 然后parameters activation 这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是他的activation function 大家可以这块先理解不了没关系 我们后面会详细解释 这是跟哪行参数 所以大家看在运行这行运行完这行代码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系统开始打印出这个visualizing parameters in a modern neural network 就是说开始来这个可视化这些参数啊 这个要运行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这里快进一下 我们看到通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屏幕上显示出了这个 我们看啊这里这个屏幕上显示出了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图像 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function sigmoid 这是我们以后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讲啊 sigmoid time function rectify 然后里面呢 他这个对于不同点的这个分类 所以呢 我们这个运行图像这一步 来plot就是来画图这一步就成功了 那下面一步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 就是说我们要运行这个 大家还记得我们开始跟大家讲的上 就跟大家讲这个minist 这个手写0到9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数据集 我们就要来运行一下这个数据 用简单的一个两层的neural network 来运行一下这个数据集 看能不能通过这个 我们安装的这个sigkit neural network这个包 把这个数据集来训练 并且来把它划分成这个5万的作为训练 1万的图作为这个测试 然后把它的这个分类分出来 并且把准确率来打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步 等于说我们可以在这个mini dataset上来测试 我们的算法 是不是能够成功运行 并且得到这个时间和准确率啊 所以好像大家可以看下一步 我们就进入的是python examples 用这个bench就是benchmark 就是大家共同用的这个 作为这个标准的这个数据集 然后后面跟一个参数是sigkit 就是neural network的算法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所以我们期望得到的信息呢 这个是在这个文档中也有说明 就是说我们将得到每循环一轮 这个所算出来这个错误率是多少 或者说是正确率是多少啊 然后呢这个最终我们当得到一个表 就是我们运行了十轮之后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错误率是多少啊 这个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跟大家稍微快进一点 因为它里面还包含了下载数据集的这个过程啊 好大家看到这里开始显示结果了 这每一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的算法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释 大家现在看到这指的就是epker 它指的是这个一轮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validation error 就是说我们做验证的时候 在验证的数据集上 到这个错误率啊是0.16 然后至于我们的循环不断增多之后呢 我们错误率会慢慢来下降哈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呢 用了五千五万四千个图来做这个训练集 我们用了六千张图来作为这个验证集啊 就是validation 然后呢我们用的这个 用network用的是这个 rectifier和softmax 这两层 然后呢我们的输入层是有七百八十四个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们这个图片都是二十八成二十八的 所以把它乘起来以后就是七百八十四个像素点 每一个像素点对应一个输入 在输入层我们有七百八十四个这个node 然后也就是说七百八十四个神经元 然后这个output为什么十呢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最后分类是要把它分成0到9的实类 所以我们有十个输出单元 中间我们有两层一个是这个rectifier 有二百个这个神经网络 第二层的叫softmax有十个 所以呢对应的就是从softmax这一层出来之后 就得到我们对应的这个十个分类 好我们看到这个程序随着程序不断运行的 我们这个验证集上的这个错误率啊 也是开始逐渐的降低 我们看它中间会有一些这个flactuate 就是说有一些跳位 它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比前一次低 但是它这个总的趋势是这个随着这个 我们训练的这个一层一层 就是训练的这样一轮一轮增多以后 我们的这个validation error 就是说不总趋势是不断降低的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系统设置上它只跑十轮 所以在这个九轮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第九轮 好这个十轮结束以后我们看到 这个错误率降到这个0.07啊 就是说识别这个十个数字 这个准确率达到了1减去0.07 就是99.92% 这么高啊 用了71秒的时间 这个取决于系统的这个运行速度啊 因为我们这时候是在这个CPU的环境下运行的 所以比较慢 如果我们的机器比较快的话呢 运行的这个会快很多 我们看到啊 我们在每一轮 它显示出来这个precision recall F1 score 就是三种精确度的一个衡量方法啊 让我们看到它随着每一轮 我们这个precision recall它如何变化啊 好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结束了 这第一节这个我们第四节课 跟大家详细的来配置这个 为了安装这个seekit neural network 我们详细配置它所有需要的这个package 和所有的dependency 那么呢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接着跟大家介绍算法的详细内容 以及别的包我们需要使用 关于deep learning的一些包的情况 好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